互相折磨的爱情到底该不该放弃呢 小豪和秀秀这段CP的情感之路可以说是非常坎坷 当所有人正高兴时 这两人才刚刚结束一段冷战 这样一看 他们这样的相处模式 妥妥的就是一对恩爱小情侣 然而实际上这两人的矛盾并没有跟着冷战一起解决 当同行的男嘉宾主动提出帮他们合影时 小豪却表现出了退缩 她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出于害羞 而是真的不愿意和秀秀展现亲近 面对好心男嘉宾的撮合 爱意退再退 由此可见 小豪在面对两人的感情时还是那么消极 这一发现让秀秀恼怒不已 不仅独自提前返回了民宿 各式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在表现着对小豪的愤怒 因为做不到独自消化 就选择和朋友大吐鼓水 我感觉我能体会到她的真诚就是我也能知道她的心是什么 就她很坚定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就是每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她老是在退缩 我不知道她在犹豫是什么 有时候让我会很尴尬 她好不容易在跟朋友倾诉完毕后平静了一些 就在晚上的留言环节再度被小豪惹怒 她并不是委屈求全的性子 对于自己所感受到的委屈 她都一一在给小豪的留言里如实表达了 就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也有向我这边靠近吗 我当时拍照好像是有吧 应该是有 但是就是你好像 我也没有 我当时其实是有点点尴尬了 小豪这暧昧模糊的回答 终于让你最终按捺不住那些的怒火 针对你自己之前说的对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对吧 你觉得你为这件事情做过什么努力吗 那如果今天你喜欢完毕的不是我 你叫其他人的话 你觉得对待他们会跟我对待我有什么不同吗 你觉得会有吗 相比之下 小豪的解释却显得那么的参牌而无力 我们在手上至少会聊天 你也没跟我聊多少呀 我觉得我有在想办法跟你聊天啊 我有想啊 这有什么区别吗 她觉得两个人只是在互相了解阶段 那个女生认为已经到了确定的阶段 这次的争吵 以终于打破了两人酷普支撑的甜蜜假笑 反反复复的很好与冲突 让两人筋疲力尽 与其因为步调不同而互相折磨 不如狠心分开 小豪在第二天的晚饭环息 率先买开了这一步 就是好像喜欢那个好感反而越来越少 然后而且做出了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可能让你产生了误会那种之类的 对 所以最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子 我觉得我们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还能成为好朋友 然而秀秀即使是最生气的时候 也从来没想过要结束这段关系 越来越想好之猝不及防的宣言 她的声音都颤抖了 你给我写那个生日卡片嘛 这是你陪我过的第一个生日 以后还想陪我过很多很多的生日 想让我了解以前的你 现在的你 包括未来的你 这么多细节记得轻轻 超细节 其实秀还是有点走心的 但最后她还是选择给自己留下最后的体面 在晚上的留言环节 她也真实的对两人间的关系 做了最后的告别 也许在大家看来 这样的结局或许有点遗憾 但对我来说是一个happy ending 是我心里永远特别的存在 是我永远的有大意 秀 救命 再见了 你志豪 明明已经有大意上去有点人未满 原本两性相悦的他们 就这样草草手掌 她没想到在节目后 本该奔奔离析的他们 反而走到了一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吧